在这所学校工作已经39年了 1978年我进了南京小庄师范学校就读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志先生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 一心一意为农民办教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所以1981年毕业的时候 我就主动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回乡 就来到了这一所偏僻艰苦的乡村小学 当时叫五里小学 这个小树林的背后有两排平房校舍 是1982年到1984年期间 五里村的农民主动的集资来为学校异地兴建 支持我们办学 我们特别感动 所以1985年的1月份 教育局将我们学校更名为行志小学 我就开始做校长 热情满怀干净冲天 但是后来发现毕竟是乡村学校 它留不住骨干教师 一波一波地开教师欢送会 内心里面也慢慢感受到了一份无奈与孤独 这个时候也有人劝我说 你也可以调走 那么在解脱和坚持之间 我还是选择了坚持 这片小树林是三十多年前 我和当时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栽下去的 它有的长得很粗 有的还很细 那么但是在我们心目中都是宝贵的 所以在学校里面像爱护每一棵树一样的 爱护每一个孩子 这成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育信念 我们整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对乡村孩子的教育 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曾经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 就是要让农民的孩子 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现在看起来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希望能够把刑制教育集团 办成一个扎根乡土放眼全球的新时代的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